人像编修原来这么简单 你想要拥有光滑透亮的肌肤 或者是超立体的五官吗 脸上讨人厌厌的斑点 痘痘或者是皱纹 我们要如何的把它消除呢 瘦长的身形又如何轻松打造呢 你想要选好人像编修 就千万不要错过这一张哦 拯救逆光拍摄的人像 在拍照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遇到反差过大 或者是逆光的场景 常常会造成人像在拍摄上面 不是背景太过明亮 不然就是像现在范例当中的这个妹妹 她的整个人物主体是偏暗的 其实像遇到这样人物太暗的照片的时候 我们只要学会以下技巧 来处理阴影的细节部分 就可以让照片从原来很暗的状态 直接看起来明亮又自然 请您开启本章翻例的原始档 在面对这种人物太暗的照片时 我们首要的动作 就是先利用涂层面板 取得影像偏暗的区域 以方便后续来进行修复的动作 请您于涂层面板当中 拖曳背景图层到建立新的图层按钮上 直接复制一个背景拷贝图层 然后于图层面板当中请您选按建立调整图层钮 然后在清单当中请您选按黑白 来建立调整图层 在内容黑白的面板当中 我们这里设定预设集为预设 您可以看到影像 从原来彩色的部分 变为灰阶的状态 请您选按图层面板当中的背景拷贝图层 然后选按滤镜 模糊 高丝模糊 在对话方块当中 请您设定高丝模糊的强度数值 这里的设定主要是让 等一下的选取区的部分 边缘能够比较柔和 不会太过锐利 所以请您按确定钮 接着切换到色版面板当中 请您按着Ctrl键不放 然后在蓝色版的缩图上 按一下 你会发现影像上面产生了选取的范围 接着回到图层面板当中 请您在背景图层的上方 来建立一个新的图层 然后并命名补光加强 然后请您隐藏背景拷贝图层 以及黑白1的图层 前面选好了影像当中偏暗的区域后 接着我们就将这些偏暗区域的部分 进行明亮度的加强 这里我们将透过图层混合模式的设定 以及定印前几色来进行修复 请您回到图层面板当中 然后选按补光加强的图层 这里我们设定图层的混合模式是柔光 然后选按选取 反转 这里我们主要是反转选取出需要补光的范围 然后在工具面板 我们设定前景色的部分是白色 按编辑填满 开启对话方块 在内容的部分我们设定为使用前景色 也就是使用白色来进行填满的动作 然后按下确定钮 您可以按Ctrl D取消选取 我们刚刚透过了填满白色的前景色 并且搭配柔光的图层混合模式 会发现原来曝光不足的部分 就变得非常的明亮而且清晰 以上就是拯救逆光拍摄的人像操作说明 你能拯救选取font类按照 ну takich 看到 我们